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 其實大市是呈現一個玉市頂的形態 不過只差一點點力量 如果你說成交金額良為配合 今天的指數要突破9日的高位 其實一點都不難 不過最終當然是無功而回 收市那一刻指數是21,796點 比對昨天輕輕升了39點 成交金額一般只有744億 從一個技術上來講 由9月8日的低位20524點 以當日的收市那一刻 直到現在這分鐘為止 行指在收市的時間 都是持續穩守在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更加再回到20天線樓上 其實20天線已經開始今天是回升的了 總的來說只是看移動線的表現 大市不單止已經斷定了 而且正在步入一個跌後的技術上的反彈之中 反彈的幅度有多大呢 可以從一個波幅的形態來計算一下 大家都知道了 4月27的高位是28,589 跌到9月8日的低位20524點 跌了足足8065點 我就當你美國可能加息 中國經濟放慢 A股大跌等等 其實已經是消化了在裡面 經過一輪的大跌 如果市會進入一個正常的反彈 不太多 我當你三分之一好嗎 指數應該可以試一試回50件線 大概是23,200到23,300左右 再說 整個大市現在這分鐘 雖然是處於一個技術上的跌後的反彈之中 但是始終人心比較虛脅 買盤也都比較卻步 所以在一個市頂的形態當中 總是走三步走兩步的 可能直到後一個階段 真是成功突破之後 投資信心才會是比較延點 還有在那一刻的升勢才會比較硬朗的 想講講的就是 8月28號的高位 曾經見過是22,424 之後市就跌到下去 9月8號是20,524 除之而去到9月9號高見22,228 那就是看這個形態 22,424和22,228 好像有一個小商店在那裡 但是實情就是 我自己覺得 整個技術上的走勢 根本上只是一個急跌後一個轉停的形態 就是說市是整固等變 但是整固得來 由於恒指已經是回到10邊和20邊線之上 形態和技術上來說 是有利進一步的上升的 我自己認為 如果當恒指能夠成功突破了 如果8月28號的高位 22,424點 目標將會是直指 24,324點 怎麼計出來呢? 由22,424點 跌到到25,524點 是跌了1,900點 將這1,900點 我加回到22,424點 就是24,324點 當然這只是一個參考 並不代表市一定會到這個水平 凡是市跌或者市升 當然有些預測 這些預測 有些是憑經驗 有些是憑走勢 有些是憑波幅的形態 去做一個推算 讓大家去參考 但是始終來講 只不過有一個參考 實情是到或者不到 多些或者少些 都要看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還有看周邊的地方的股市 例如好像日本 或者是來地股市 甚至乎遠一點看歐洲 美股 最重要是看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因為機構性投資者 現在普遍的心態是比較保守的 如果他們的心態有少許轉用的話 或者需要入市略作增持的話 指數應該可以出現一個明顯的反彈 好了 先說到這裏 我再做一些講義 今天要去紅磡 今天講座在紅磡